全不外乎就是從哪一列 第二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我想用了很多了 底下這一行是 去動態丟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 就是 Excel 的公式 這個我想差別只是說 把黑名單 這個黑名單不過前提 你要自己要建立一個那個名稱 那個就名稱 公式裡面的那個名稱一定要定義好 否則也會跑不出來的 那後面的話 A多少 A2 A31一直到最後一個 可是一般的書裡面 通常不是這樣寫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樣寫 因為它很短 它很迷你 那一般的書裡面是寫下面這一行 下面這一行 你可以把它註解 為什麼註解 就是說如果你要比較哪一個比較好 你可以怎樣 這邊加註解 就是不執行了 執行下面那一行 所以把下面這一行的單一號拿掉 它就會跑這一行 OK 那有什麼差別 特別是要前面都一樣 插在後面 後面這個地方 上一行是怎麼樣 丟給它一個字串 下面這一行是什麼 給它一個 application 點 worksheet function 那特別是要 worksheet function 意思就是說 我excel裡面的函數 裡面有個叫什麼 康子一符 然後呢 你就給它康子一符 裡面需要的字 第一個 參數是什麼 範圍 所以範圍是序詞2的 A2一直到A22222 對不對 然後呢 查什麼 查第一個序詞的這個A欄的東西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這一串怎麼打得出來呢 對不對 如果你打不出來 你就把這個記起來 下一次 Ctrl C,Ctrl V 不過這些我都背起來 不是背起來 你不用死背 你只要記一個 keyword 哪一個 keyword呢 appication 你就把appication 記下來之後的話 點一下 後面不用背 你就記得什麼 walk 所以你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W Worksheet 所以有沒有 你會看到 Worksheet function 就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控一格 控白線 再back一下 再點 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 你就打一個countif 裡面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出現 Cou 有沒有 countif就出來了 就自動出來了 很多不是把它背起來 而是說 我印象中有一個開頭 我就可以打出後面的東西 然後再空白鍵一下 再back回一個空白 有沒有 它會告訴你 請你給我兩個參數 ARG是參數的縮寫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第一個範圍 ARG2是什麼 第二個 就是你要查的東西 那不就可以怎麼樣 自己就把它組 我剛剛的 把它背 有沒有 就把它打上去 就給它第一個範圍 就是 然後呢 再要查的東西 放後面 不過呢 這個時候呢 給的是這樣的表示 去述法 就是Range 你可以用Range 方式 然後這個是Sale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建一個黑名單 黑名單 如果你要用 Application.worksheet 去Function 來表示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 不是直接打黑名單 它看不懂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轉換 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再多認識一個物件名稱 叫做Nance Nance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名稱 那你去找到黑名單裡面 而且喔 還要怎麼樣 這邊點下去 它怎麼樣 refer to range 為什麼要refer to range 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conive 後面要加一個是一個Range 是一個範圍 可是你給它一個名稱 所以你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名稱 怎麼樣呢 轉換成為Range 那這邊就需要一個 這個屬性 叫做refer to range 空白鍵一下 所以這個 你背不起來沒關係啦 反正我講過嘛 你就把這個東西 放在你以後找得到的地方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怎麼樣 參考一下 用久了 你就背起來了 說真的 這已經常常用 常常用就會 偶爾用忘記 找一下也找得到 OK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名稱 變成一個範圍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 就是變成一個範圍 對 變成一個範圍 把一個名稱 變成一個範圍了 OK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因為有些時候 你那個範圍 常常這樣 常常會用到的話 那你就用這一招 就是先給他一個名稱 那你就不需要去找說 這個東西放在哪裡了 那也就不需要給什麼 哪個SHITS 因為用名稱 好處就是說 不用告訴他說哪個工作表 OK 然後後面一樣 那第二個 你用Range A2到A 就是222萬2之類的 可以啊 也可以去抓最下面那個 但是程式要打更長 所以我就先打了 因為也會改 所以前面講過了 這個數字可以去 自動去抓最下面那個 也是OK的 好 那這樣的話 就跑完了 這個是 一般書裡面會教的方法 順便講一下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如何在VBA裡面 執行Excel裡面的函數 你就說 我知道有兩招 第一招 直接丟什麼 丟個字串給他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呢 用Application Worksheet function 點 後面就是它的 function 所以所有的Excel裡面的函數 也會出現 但是這個時候 它是把它當成一個 內部的一個 一個方法在執行 所以後面丟的東西 跟用字串的方法不一樣 上面字串的話 就是跟你平常 那個輸入的方式是一致的 下面這個方法就是VBA的方法 兩種方法 應該沒有第三種了吧 應該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第三種了 OK 好這個部分的話 是用函數的部分 那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說自串的部分 怎麼把它組出來 然後效率會高一點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就是在VBA執行那個 function 那這個地方 我們是 用conif這個函數來做說明 也就是說 它的好處就是 有些eSale裡面已經有的函數 那你就用eSale函數 不然的話 你用自己用VBA寫也可以 只是很花時間 那eSale裡面的這個 function 的好處就是說 它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你為什麼 就不需要捨盡求援 你就是直接拿它那個函數 做出你要的結果就好 像conif這個也是本來就會的嘛 所以你本來就會的 你就可以把它結合 我們剛剛講的這兩種方式 那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呢 看個人習慣 或者看狀況 看狀況 我想這部分的話 兩個方法來自己提會一下 那我自己比較 喜歡上面那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上面那個方法 它程式 看起來就比較短 其實程式看起來比較短 這是 所以我寫作的習慣這樣 第一個程式要短 第二個程式要少 就是好的程式 不然你說程式寫得很漂亮 但是寫得讓人家看得都昏頭轉向了 那種程式也只有你自己看得懂 那我覺得不是最好的方案 所以這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怎麼樣可以達到就是說 人家說是怎麼 跟它融合為一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跟VBA共處 相處愉快 我想就可以幫助各位在工作上面 效率提高 那這部分也是個目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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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